天气冷嗖嗖 炉火上架上一大盆热腾腾的鸳鸯锅 民众将鸡蛋打入里头 一旁忙着蒜肉等待煮熟 准备大块朵頤 天冷吃麻辣锅最对味 大部分民众都喜欢在里头 加上一颗蛋 只是现在鸡蛋短缺 价格还不断往上标 宜然就有麻辣锅店家 推出铜板架 让民众免费吃蛋吃到饱 你们觉得老板很佛心 有 怎么说 有 现在蛋很贵 真的喔 真的 有没有觉得赚到 有 因为现在缺蛋 但外面客户要10块 然后他无限公益就 民众边吃边喊真的赚到 现在全台各地闹蛋荒的时刻 却有店家逆向操作 给出鸡蛋吃到饱的活动 一推出就吸引民众前来抢蛋吃 我们现在应用这个蛋荒的时候 总之是让客人来现场 都可以免费供应 可以免费使用 当然直接内用 没办法让你带回家 所以来的时候就多吃一点 鸡蛋一箱价格从480元 变成980元 涨了整整500块 成本不断飙升 店家还是佛心推出 鸡蛋只要内用 就让你吃到饱 你难怪顾客上门 狂嗑蛋 店家逆势操作 鸡蛋让民众吃到饱 又碰上天气冷嗖嗖 成功拉高火锅店的生意 三星文红国人赖宣宜来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